全红蝉最疯狂一战,上演刺激一幕惊呆全场,被国际永连评为30年最佳。 提起中国跳水队,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全红蝉陈玉希。 他们两个人代表国家队,拿到过很多好的成绩,每一次的比赛冠亚军都是在两个人之间产生。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场全红蝉的比赛,他的实力都很强,所以直接领下了第二名几十分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比赛一开始,率先出场的是全红蝉,他发挥的中规中矩,没有上演水花消失数,仅拿到了76.50分。 紧随其后出场的是德国选手,他的动作跟全红蝉完全不一样。 第一跳就选择了难度系数较高的5253B,不过他发挥的并不理想,尤其是水花的处理上一点都没有压住。 这一跳他拿到了59.20分。 第二跳,全红蝉已经进入状态,虽然没有上演水花消失数,但是动作却非常标准。 得到了裁判的认可,直接给出了9.5分的高分。 德国选手发挥的同样不是很好,起跳的高度不够,所以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有控制好。 最终他拿到了58.50分。 第三跳,全红蝉,发挥依旧非常完美,不过在入水的时候出现了小的失误。 这一跳,他拿下了86.40的高分,但是他的教练看起来却没有那么满意。 德国选手发挥的比之前好很多,水花也处理的好一点。 这一跳他拿到了69.60分。 第四跳,全红蝉及时调整,在经过陈若林的指点后,直接上演了水花消失数。 这一跳他也是拿下了89.10的高分。 德国选手选的第二组的动作,这一跳他直接发挥失误,上演了炸鱼场面,只拿到了38.40分。 最后一跳,全红蝉将完美进行到底,除了在入水的时候出现了小的瑕疵之外,其他的都非常好。 这一跳他拿到了84.80分。 德国选手这个动作几乎没有怎么准备,所以在入水的时候表现的不是很好。 最终他拿下了60.80分。